第一個路上颱風警報 而且聽說是南臺灣首當其衝 我們把時間交給雅婷 好的 徐富安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我安要的關心颱風最新動態 閃電颱風目前是個輕度颱風 但是可以看到 海陸警報都已經發布了今天 在部分地區還是會有大雨發生 其實今天目前在整個北部地區 還有東漫部地區 特別是東南部地區 現在雨都已經是在明顯的增強當中 那在中南部地區天氣倒是不太一樣 特別是在桃竹苗 現在可能你會覺得蠻熱的 主要是因為今天有這個沉降氣流的影響 所以包含了桃竹苗反倒是會有比較高的溫度 33度 34度左右 那其他地區我們就要帶一塊來關注 首先來看到這個颱風目前的最新動態 現在它的暴風圈在稍早10點鐘 已經接觸到陸地 好 在今天包含了路上颱風警戒 包含了有台東 屏東地區 橫春半島 高雄 台南 也就整個南臺灣地區特別留意 這暴風圈已經觸入了 接下來在持續的向西來走 影響就會比較明顯 但是當它出路之後也表示說 它的強度可能會再減弱 因為接下來的這環境場就不利它發展了 目前依舊是個輕度颱風 海上的部分更要嚴加戒備 還是會有比較強勁的風浪 包含了巴士海峽 東南部海面 臺灣海下以及東沙島海面 都是在警戒範圍 至於整個颱風的未來走向 我們帶你來看到 可以看到時速14公里 朝著西北溪的方向來進行 稍微在靠近臺灣的時候 是稍微比較偏北一點 主要是受到影響 那再看到進中心的最大風速 每秒28公尺 最瞬間的最大震風每秒35公尺 那七級風的暴風半徑有120公里 好 我們剛剛提到 現在暴風圈已經碰觸到陸地 接下來會持續地朝西北溪的方向來移動 所以在接下來這段時間 特別提醒花東 這個恆春半島這個雨會越來越明顯 再來看到中央降局也發布了大雨特報 包含哪幾個地區呢 今天在恆春半島以及台東 都會有比較大的雨勢出現 局部的大雨甚至好雨有機會 你可以看到颱風現在逐漸地 就是往這個西北溪方向來移動 這雲層不斷地陷進來的同時 在花東地區已經開始有下雨了 接下來往南在恆春半島 在這邊今天雨也會越來越明顯 整個未來的天氣狀況 颱風的影響時間也幫大家整理了 我們來看得更加的清楚 好 來看到上半天 在今天上半天的時候 包含了台北 基隆 宜蘭 花東地區 都有一些局部的短暫雨出現 雨勢會越來越明顯 在中午過後 包含了花東以及恆春半島 風雨就會越來越強勁了 反倒是在整個北部地區 基隆宜蘭這個雨凡會比較停下來 那在花東地區恆春半島在今天入夜 一直到了明天這陣時間 雨都會是比較強勁一點的 風雨是越來越明顯 但是很快的這個颱風就要離開了 所以到了明天的凌晨 這個時候東南部以及恆春半島 風雨就會比較緩下來了 到了白天 各地幾乎都是多雲到勤的天氣 只有在東南部還有些局部的降雨 那到了明天晚上要注意了週末假期 天氣會有明顯的改變在什麼時候 到了明天晚上開始因為東北風增強了關係 所以包含了整個北部東半部地區 加上東北風的雙重影響之下 這個時候台風的水氣部分 還在台灣上空 所以包含了迎風面北部 東北部地區東半部 就會有比較明顯的降雨 甚至也不排除會有 這個比較大的好雨出現 所以在明天白天又是個好天氣 但是到了禮拜天 這雨勢包含了整個北台灣 東台灣地區天氣都是不穩定 不理想的特別提醒 好再來看到在這個降雨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在今天這個時間點 到晚上可以看到整個東半部地區 特別是往南的東南部地區 雨會越來越多越來越明顯 一直到入夜之後到明天雨才會緩下來 所以在現在這個時間點 如果你要出門 整個東半部地區的民眾特別提醒了 出門記得帶拔傘要嚴防 會有比較大的一日出現 那另外海面上的風浪 也是持續在增強當中 包含整個我們剛提到東半部海面 南部海面以及東沙島海面 現在的強風還有情形都是比較明顯的 在10點這個暴風圈 已經接觸到台灣的陸地了 接下來這段時間 將會影響是最大的時間點 把時間交給許多